后里区越湖路连接公安路后科路东西巷的重要干道 多年来缺乏经费养护 加上该处自来水管线老旧漏水不时有挖掘工程在进行 也导致路面残破不堪严重影响用路安全 为此明代这天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争取经费协助改善道路破损的问题 一整条马路上随时都能看到修补过的痕迹 后里区越湖路是连接公安路后科路东西巷的交通要道 平时车流量就不少 但多年来缺乏经费养护 加上该处自来水管线老旧漏水 不时有挖掘工程在进行 也导致路面是惨破不堪 平康市的这条路主要是我们 刚才这条路跟公安路的主要通道 平康市上下班车量也非常多 他路面的外面凹凸不平 地主要是人民财政 卡车的危险 由于这路段破损多年严重影响用路安全 又苦无经费协助跑铺改善 也让地方是困扰不已 为此明代这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并顺利争取到前瞻计划四千万元的经费补助 将协调市府与自来水公司进行管线态换与抛铺工程 包括了自来水的一个管线态就换新 同时全线整个越湖路呢 我们横跨了四个里 横跨了四个里全线抛铺 它不是只有铺还要抛 向中央争取了我们越湖路一个道路改善 目前的话我们在设计规划中 预计在八九月的时候进行 配合我们自来水的工程来做一个相关的施工 明代表示总长约2.2公里的路面跑铺工程 由于要配合自来水管线态换发包进度 目前得延后到明年六月底前完工 但可一次到位 届时将能还给民众一个安全的拥入环境 记者传播和台中采访报导